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纵观NBA的历史进程 小球风格为沉重激昂的联盟注入了一道别样华丽的新鲜血液 新时起初 风之子史蒂夫纳什就率领球队打出联盟最为炙热的炮轰打法 奇妙轻功 烈日当空 大于防守 太阳没能走到最后 10年代的热火三巨头虽然盛极一时 但由于那个年代的内线依然是一些历史级别大个子的天下 他们也经常在内线方面有苦难言 直到抑制球队 或者说是直到一个人的横空出世 才彻底掀起了联盟狂热的小球浪潮 他用电光火值的出手速度 出神入化的运球节奏 不知疲倦的风骚跑位 以及那矿骨硕金的三分能力 为整个联盟刮起了一道尽所未有的改革风向 他重新定义了空位这个位置 为世界展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打球方式 在他之前 没有人能够将logo三分画进自己的正常投射范围 人们突然发现三分还可以这样投 篮球还能这样打 而上升到更高层次的角度来看 他更是颠覆穿透 引领了整个新时代 让三分球的战术作用空前扩大 三分技能也开始全面扑进 让整个联盟彻底进入小球时代 而做到这一切的他并不像以前那些魁梧精壮的那些怪兽 和飞天遁地的前场球员 一张可爱稚嫩的面容 一服累若单薄的身材 就是他给外界的第一印象 他的一举一动都融合着与力量背道而驰的优雅与曼表 宛如一个翩然起舞的球场精灵 他就是我们今天篮球人物的主角 斯蒂芬·库利 1988年3月库利出生在苏马阿克伦城市医院 小和的是 四年前勒布朗詹姆斯也出生在这家医院 后来因为这两位超级巨星 这家医院又被称为MVP医院 库利是一个典型的新二代 他的父亲叫戴尔库利 是前NBA职业运动员 在库利出生的那年夏天 他的父亲选择加盟夏洛特黄蜂 在这里老库利兢兢业业的打了十年替补 他依靠出色的外线手感 成为主力休息时球队的重要火力点 他还曾获得最佳第六人称号 并且在肯巴沃克之前 他一直占据着黄蜂队是得分王的头衔 库利的妈妈也是一名运动员 越野排球 篮球样样精通 在父母的影响下 库利从小就开始接触各种运动 不过最初他和家人都更多地 将其视为娱乐活动而已 即使库利未来不走运动员这条路 他也会有很多的选择 库利当时最喜欢棒球和篮球 但到了七年级后 他的父亲就跟他说 你两个打得都不错 但是你得决定要真正投入到哪一项运动里 毫无疑问 库利的答案是篮球 因为他更擅长打篮球 他想更多地去练习篮球 斯蒂芬 你长大后想要做什么 篮球运动员 那可需要很多很多努力和练习的 当然了 你还要认真学习 嗯 我知道了 爸爸 正是这一段简单的对话 篮球历史上的一顿伟大征程 正式拉开序幕 由于父亲经常打职业的缘故 库利得以有很多的机会 去现场看爸爸打球 每次看到爸爸的高光时刻 库利在场边都会高兴不已 不仅如此 库利还有机会和其他职业球员一起练习 当他爸爸在猛龙的时候 文斯卡特就经常指点他 别说 库利是卡特看着长大的孩子 出于射手的本质 大尔库利很早就开始训练 他的两个孩子的投篮技术 他常常带他们兄弟俩 去后院练习投篮 甚至投到力气都没了 斯蒂芬小的时候总是活力无限 他也十分自立 如果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总会自己去解决它 虽然他没有惊人的运动能力和天赋 但从小他的球感就很棒 不过由于库利的上肢力量较弱 当时的他只能从腰部投篮 一直到了高二 他爸爸终于是看不下去了 你的投篮姿势不对 出手点太低了 是从腰里推出去的 你在街区学校里打野球没问题 但遇到更高大更强壮的对手 你就没法出手了 于是在父亲的严厉要求下 库利必须坚持每次出手 都把篮球举过头顶 所以那个夏天 对库利来说是他最艰难的三个月 他必须抛弃掉原来的一切习惯 重新去塑造自己的投篮 他足足练习了几万个投篮 并且投篮时眼中总是带着委屈的泪水 但也正是这几个月的辛苦磨练 才造就了未来库利的整个职业生涯 我的投篮能力是我爸爸给的 我不屈不倒的精神是我妈妈给我的 他是对我最严厉的 当我松懈的时候使劲地鞭策我 在球场上打球 我经常往观众席看向他 因为这会给我带来足够大的信心 在库利13岁那年 他打进了AO全国决赛 却苦吞败过 他很难过 由于爸爸的起点太高 库利第一次感觉到了如此强烈的挫败感 我的爸爸打进了NBA 但我呢 我连其他13岁的孩子都打不过 库利甚至都曾一度想要放弃 但他的妈妈却对他说 我只告诉你一次 你的篮球梦终将会实现的 我要向你表达的是 除你之外 没有人可以写你的故事 这个故事只属于你 给自己些时间认真想一想 做你自己想做的 母亲的这段话 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库利说 我永远记得这个时刻 这是我这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建议 妈妈的建议固然宝贵 但这却改变不了库利体态瘦弱的事实 在夏洛特基督高中表现十分优异的他 却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 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杜克大学的老K教练给出的理由是 你身材太弱小了 其他各大学校的球探 看到库利的第一反应也都是嫌弃 他们认为 像库利这样面目清秀 身材柔弱的孩子 就应该温文尔雅地读书 弹琴 唱赞美诗 而不是存在于一群肌肉棒子混杂的篮球运动中 就连戴尔库利的母校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都拒绝了他 你家孩子这体格打不了NCAA 在连续碰壁的情况下 连戴尔库利的内心都动摇了 他甚至都产生了让孩子以后去海外联赛打球的想法 库利第一次体验到了被拒绝的滋味 很是痛苦 每次提起这段往事 他的眼泪都会在眼中转圈 我将此当作前进的动力 努力打出自己的风格 等待有人垂青 最后 无奈之下 库利选择了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戴维森学院 这是一座只有1700名学生的地方学院 如果没有库利的加入和他未来的成就 这个学校是不会被外人所熟知的 这里的篮球教练 鲍博·麦凯洛普独具会演 看到了库利身上非同寻常的特质 就这样 18岁的库利一边感受着世界的心事 一边拉开了他大学篮球生涯的序幕 在库利准备参加戴维森学院首次训练时 他收到了母亲发来的激励短信 其中就包括 I can do our things 这是圣经腓利比书的一句话 前句翻译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 我凡事都能做 后来身为基督徒的库利就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每次比赛开始前 他都会在自己的球鞋上写下这句话 同时他在赛场上的招牌庆祝动作拍胸指天 也有一心为上帝的意思 这么多年来 库利正是在自己信仰的激励下 一路披荆斩棘走到现在 大一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没有人认识库利 比赛强度也都人上升 第一次上场的库利 咬现有些声色 半场就送出了八次食物 而且球队落后18分 但在教练的鼓励下 库利很快适应了过来 果然下半场 库利狂侃32分 率领球队完成大逆转 也正是从这场比赛开始 库利开始了将自己的比赛节奏 提升到了另一个层面 那强大的精神力量 让他摆脱了受弱身躯的限制 作为队里最弱小的球员 总是受到挑战 但他总是有办法 克服这些不利的条件 达出远高于他身体条件的水平 库利的比赛 越来越出色 他逐渐成为NCAA中 一颗耀眼的篮球明星 第二赛季 在库利的带领下 戴维森学院一路发挥出色 连克强敌 最终以10号种子的身份 挺进2008年的 NCAA锦标赛 在这里 库利开始了他整个大学生涯 最疯狂的表现 他们的第一个对手是 刚扎家 戴维森学院 谁是戴维森 我们是刚扎家 我们是强队 我们会轻松禁忌下一轮的 这是刚扎家球员 在比赛开始前所说的话 话语中充满了不屑于轻视 而起初 涉态似乎正朝着预料的方向前进 在下半场 刚扎家仍然一度保持11分的领先优势 看上去 刚扎家 描迹下一轮 与乔治成为师 但谁也没想到 奇迹开始降临 那个被所有人诟病的库利 开始用自己的方式 吹响反击的号角 全速快攻 冲击篮筐 接球三分 库利在赛场上变得无所不能 对手用了所有 你能想到的方法去阻止他 但就是拦不住 这个已经打疯了的得分机器 在比赛还剩1分08秒 两队占平 队友抢到至关重要的前场篮板 然后将球甩给右侧45度 三分线外的库利 后者接球就投 手起倒落 三分如导弹般惊重 击传狼王 全场沸腾 我不会以现场的气氛而紧张 我只要按照自己习惯的投篮方式 和节奏出场 然后库利在回房的过程中 实质指向观众看台上的注目 老库利夫妇 以欢呼回应 最后 库利全场狂看40分 率队成功拿下这场比赛 创造机 要知道 这个学员 自1969年以来 还从没有在NCA锦标赛上赢过球 这个仗仗娃娃力 曾被各大篮球名校拒绝的球员 用不可思议的投篮 击碎了质疑 此战过后 全美国都开始知道他的 两天后库利又用几乎相同的方式逆转淘汰了二号种子乔治成大学 依然是无解的突破和三分 这样球队的比赛变得容易了很多 对他来说 所有人都在做慢动作 库利疯狂的表现 甚至吸引了当时已经是联盟巨星的勒布朗詹姆斯 那是戴维森对阵三号种子 威斯康星州大学的比赛 上半场结束 双方占值36平 下半场比赛一开始 身穿红色对服的戴维森 就如同野火一样 点燃了整个球馆 尤其是库利那个飞到篮板后面上的反篮 让台下看球的詹姆斯都惊讶不已 此时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9分钟 戴维森62比46 领先对手16分 全场比赛结束时 库利轰下33分 球队最终以73比56 战胜威斯康星 为成为灰姑娘的戴维森学院 就这样一路高歌猛进 闯进了NCAA精英八强 在接下来更强大的堪萨斯大学面前 想要一开场就打出侵略性的库利 手感有所下滑 这样对手在比赛的初始阶段 强占了比分上的优势 但正如主教练鲍博所预测的那样 库利并不会一直低迷 果然库利在下半场找到了准心 他频频突入禁区 和队友手递手命中中距离 随后又在三分线外两步 命中顶着防守人出手的不讲理 三分 那个时候的他们就在想 我们似乎真的可以做到 真的可以打进终极四强 比赛还剩54.4秒结束时 戴维森落后五分 库利在其左侧45度 命中一击三分 缩小了双方的分叉 随着堪萨斯大学 最后一回合进攻不中 此时落后两分的戴维森学院 拥有绝杀比赛的机会 暂停回来 库利从后场开始运球 他在三分线外游走 此时对方注意力全在他的身上 在两人的干扰下 库利放弃了稍纵即逝的出手机会 而是将球分给湖顶的队友 后者投篮片出 堪萨斯大学教练席的成员 也全都松了一口气 此刻的库利垂头走向场边 他后来反复观看当时的录像 说自己的确有那么一丝后悔 因为本来有机会亲手把母校送进NCAS奖 但不管怎样 对于戴维森学院 对于斯蒂芬·库利来说 这已经是一段无与伦比的美妙旅程 他们已经足够传奇 他们做到了可以做到的一切 我从两三岁就开始打篮球 一路历经风雨 这就像梦想成真一样 库利说 我们毫无保留 达到了那样的高度 我们让精英八强的旗帜 得以在戴维森球馆上空飘扬 这是我们永远都会铭记的一段征程 整个疯狂三月 库利在全美关注的赛场上 将自己精湛的投篮技术 和强悍的精神力量 展示给了曾经所有瞧不起他的人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库利变态准的名声不进而走 射程方面 库利更是只要过半场 就没有投篮死角 这一特点 也为库利未来开辟NBA新时代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不仅如此 库利并非一个纯粹的空尾接球射手 他能通过高速运球 依靠节奏的变化和微妙微笑的假动作 创造出极佳的投篮空间 再加上他那弹无虚发的投篮 令所有对手都提心吊胆 故此失彼 2008-2009赛季 因为去年率队接连击败强队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 库利会在大二结束后 去参加NBA选秀 但此时已经大三的库利 却决定转型控球后位再打一年 因为NBA打一号位 是库利对自己的定位 他在场军得到28.6分的同时 还能送出5.6次助攻 当之无愧地成为南部联盟最佳球员 他还全票入选了全美最佳阵容第一队 这个时候的库利 虽然身体依旧瘦弱不堪 但他早已被默认为 是那一年选秀的前十顺位球员 2009年夏天 斯蒂芬·库利宣布将会参加NBA选秀 选秀前 格力芬几乎已经锁定状元身份 随后辉雄雷霆国王 都对库利表现出了兴趣 其中辉雄手持榜眼前 他们对库利表达出了极大的诚意 库利和他的经纪人奥斯汀 都没想到自己的行情会如此高 但在当时 他们内心早就把第八认为的尼克斯 当成了理想的去处 他们认为对安东尼的跑轰体系 和纽约的大市场 才是最适合库利的 于是奥斯汀首先拒绝了辉雄 第三位的雷霆 最终还是更倾向于选择詹姆斯·哈登 库利虽然参加了第四位的国王视讯 但他们发现 埃文斯好像更棒一些 后者最后也拿到了最佳新秀 再加上库利 也不想去寒冷的明尼苏达 最终 他的去处就基本锁定在了 纽约尼克斯和荆州勇士 那时的勇士正有老年二森指教 他非常喜欢库利的旧风 即使后者拒绝到勇士视讯 但他们就是坚定不移地 要得到库利 奥斯汀赶紧给尼克斯打电话 希望他们能交易到 更高顺位的选求权 不然勇士肯定会在第七顺位 截乎库利的 然而尼克斯却十分自信 认为勇士只是虚张声势 2009年选修大会现场 没有意外 尼克斯在自己的麦迪逊广场 果然被勇士成功截户 金钟勇士用手中的七号签 选中了来自戴维森学院的 斯蒂芬库利 斯特恩的话音一落 现场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虽然没能去往自己心仪的城市和球队 但第七顺位的成绩 也足以让他和家人得到安慰了 而旧金山的风光同样是令人神往 那个曾经被所有篮球名校拒绝的瘦弱少年 终于是踏进了自己的梦想之地 从小到大 在篮球层面 库利就一直以一个被低估的形象前进 但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言 革新者全靠了不起的信心支持 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 库利正是靠着自己内心的信念 一步一步颠覆着人们的观念 从苦练投篮姿势开始 高潮与NCAA疯狂三月 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库利的革新创造之路 在进入NBA之后 才刚刚开始 只有你自己 才能书写自己的故事 妈妈的声音 又一次回荡在她的耳旁 好的 本期的篮球人物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